全民風珍珠粉圓嘉年華Round 2 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比上一集來得更豐盛更厲害 這是什麼我們有珠寶盒還有這個火鍋 我現在又不知道該從何吃起了 但我現在看到這個比較危急的是要先吃它 為什麼因為你知道它剛剛來的時候高度大概是這邊 然後現在隨著時間流失它會慢慢慢慢的往下 一樣呢這一口是要由最底層挖到最上面 給你看一下我這一口是集合它所有所有的精華 就是有手指餅乾有它的espresso濃縮咖啡的布丁 還有它的鮮奶油跟珍珠 它的靈魂就是在它上面這個鮮奶油 我們剛剛有看師傅在做啊 它是打入了淡氣 所以吃起來完全在你口中馬上化掉 滿滿的空氣感 我覺得這是我吃到現在最喜歡的一道 而且它不會很甜耶 重點是要在你嘴巴裡面的口感若有似無的感覺 第一次吃到這樣子跟傳統我們一般吃到比較濃厚的提拉米蘇 完完全全不一樣 接下來這個是 珍珠黃金流沙包 你看它上面這個黃金 是真的黃金喔 而且你看它這樣黑金黑金的 是不是有一種奢華感 我們就探休趁熱的時候直接給它扒開來 哇你看裡面 一樣有這個奶油內餡跟這個珍珠 它裡面加那個鹹蛋黃 從來沒有想到鹹蛋黃跟珍珠醬會這麼的搭 而且它吃起來就是甜鹹甜鹹的嘛 就是那個鹹蛋黃的鹹 然後那個珍珠外面那個黑糖有一點點淡淡的甜味 可是整個吃起來還是鹹蛋黃的味道比較重一點 就是偏過的這個珍珠 兩個真的很搭耶 好厲害喔 鹹蛋黃跟珍珠怎麼這麼mash 緊接著呢是 波霸冰鍋 它既然是火鍋 火鍋我們一般是要加什麼 就會在裡面加炭火 但是這個我跟你講不一樣 我要加上的這個是 這什麼呢 水喔 熱水加起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哇你看 是不是一股仙氣就從裡面流竄出來 你看這個 你光看著就會覺得神清氣爽了 先把你想要吃的料撈起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它裡面的料 可以看得到滿滿滿 它就是一個大型的八寶兵的概念啦 有八種料 從我們看到的這邊 大紅豆 芋圓 紅豆 還有這個 這一定要特別介紹一下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叫做 雅達子 是我們吃那種泰式料理摸摸渣渣裡面會看到的 然後呢你就可以先選你自己想要吃的什麼料 這樣剉下去就有聽到剉冰的聲音 它的冰是在下面啦 但它的料實在太多了 完全把這個冰都蓋在下面 等一下我發現 它已經沒有在冒煙了 這是重點 我要讓它全程都是在一個很輕盈的狀態 補一下它的鮮氣 選好你要的料之後呢 我們加上這個 它的這個醬呢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泰式風味糖漿 一個是伯爵奶茶 那我今天要加的就是 泰式糖漿 你看這顏色 我一開始很怕它這個太甜 但是吃起來不會耶 加上剛剛裡面那個冰 我覺得這個吃下去完全就是 套新娘 我們不是很多女生會用化妝品用什麼神仙水嗎 我覺得它根本就是一個 神仙冰 神仙冰來著 你看看 你可不要以為它是珍珠奶茶 它是珍珠海鹽豆漿 加了海鹽在裡面 它味道真的很特別耶 它也是一個 甜鹯甜鹹交織在一起的味道 就是鹹的豆漿還有它那個 珍珠本來就有黑糖甜甜的味道在裡面 挑戰傳統 我把那個我們通常一般在喝的豆漿啊 通常大家通常不太會跟什麼料配吧 就除了什麼油條啊之類的 自己來喝喝看 還有旁邊這個 你喝了下午茶 你一定要配這個 珠寶盒 我今天要吃的呢就是 這個好了 它呢也是 提拉米蘇來著 直接給它挖到底 它跟它有不一樣 剛剛的是輕的 這就是比較便宜一般的提拉米蘇 口感比較濃厚一點 再來這個 這個好可愛唷 你看紅黃小小的 但也不是一般的馬卡龍嗎 它裡面也是有包珍珠 有吃到珍珠嗎 我很怕吃到蠻好 很甜 但這個不會耶 而且它裡面這個內餡也是有點 珍珠奶茶的味道 再來一個上面還有這個小珍珠 它是那個 珍珠加了巧克力慕斯 很可愛 它直接爆香 放到我的手掌上 它裡面這個內餡是奶茶餡 很像是金砂的內餡 它有點加了核桃啊杏仁 所以它不會到這麼的甜 這個我喜歡 那下面這個底好酥喔 我覺得今天整個吃起來 太驚豔了 就是很多你根本沒有想到說 珍珠醬可以跟鹹蛋黃 珍珠醬可以跟披薩跟起司 這些天鮮天鮮的東西加在一起 所以呢吃起來就是你會覺得 怎麼會你以前從來沒有吃過 可是你又覺得是好吃的 可是呢 它直到8月31號 所以如果你們要吃的話 要趕快把握時間來 而且它有一些 每一天有限量 所以呢 你要早一點來才不會沒有吃到喔 我們今天的這個 珍珠加年華 就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 最後記得一定要在這邊 再繼續訂閱 我們的亞洲柳台 那你如果有吃到什麼 你覺得很酷的珍珠創新料理 最近大家都封珍珠嘛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下次我們就去吃 好啦 掰掰